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指如果你有任何事情需要住院的话 联邦政府会帮你付80%的费用 你自己付20%的费用 part B的部分又叫做看医生的计划 如果你需要看医生或者是需要住院的话 相当于联邦政府同样也会给你付80%的费用 你自己付20%的费用 如果你年满65岁 而且你在美国报税满40个工作点 part A的部分你是可以免费的拿到 part B的部分你还是要向联邦政府交保费 2012年的费用是99块9毛钱每个月 如果你是高收入人群的话 可能你就需要再支付高一点的保费 那像联合健康保险 UnitedHealthcare 它提供的一些计划呢 大多数都属于part C 就叫做Medicare Advantage 那这一部分的计划主要是说 它是代表不同的保险公司 可以相当于是 可以帮你支付你自己20%的费用 那有一些计划呢 你不需要花钱 是零保费 那有一些计划呢 还是需要花保费的 那就要看你要怎样的选择 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叫part D 叫做拿药的部分 那ABCD四个部分加起来 就是现在外面俗称的Medicare 那UnitedHealthcare呢 它现在有提供的一些计划 我们就拿LA County来讲好了 因为我们就在这个区域嘛 它现在有一个计划叫AARP Medicare Complete Secure Horizon 哇这个名字很长啦 其实你也不用很记得这个名字 那它这个计划呢 相当于是part C和part D加在一起 那这个计划是零保费 看普通医生 专科医生零口配 正好 住院零口配 手术也是零口配 那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呢 你现在已经有了红蓝卡 然后呢 现在因为是在转换期 你就可以来看一下 你现在就可以看一下 你可不可以 要不要用这个计划 那其实在选计划的过程中呢 你还是要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你要看你 你想要看的医生 如果真的是生病时候 你想去的医院 有没有在这个合约内 有没有在医疗网内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你要看你要去的药 有没有在医疗 有没有在这个合约内 那虽然现在转换期即将结束了 那我也不希望 现在的七英健保的朋友们 向朋友们追风 就是说 那我们大家都选这个计划 我也来跟着选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你说我们大家怎么样才知道 这个哪个健保计划 适不适合我呢 对那这个计划呢 其实最好的 你还是可以找一下agent来问一下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计划 有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可能是 即使是七英健保 客人或者是家人 即使就在网上搜到了 这些保险公司的名字 可能就很头痛了 像你们自己 像你在保险公司 你做这一行的 所以你需要了解很多很多 各个家他们不同的地方 才能给大家服务才解释 对那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边有了解到很多家 那同时你要知道 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看的普通医生 专科医生 有没有在合约内 同时你看你要吃的药 现在有没有在合约内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县程 那么等一下的单元呢 我们再跟大家讲 先进广告 下个单元呢 也因为你今天呢 代表联合健保 跟大家谈 因为健保转会马上结束了 再跟大家谈 所以下个单元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让大家 多了解一点 联合健保 还有一个包括联合健保 像他们合约的一些医疗网呢 医生啊 医院呢 等等 因为大家希望说 我买到的这个保险 是能够在我需要的时候 真正是可以帮到我的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下面一个单元呢 也很重要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了